近日,中国16万吨巨无霸开进美国,不料直接堵住整条河道,对此美国惊叹道,这简直就是世界最大传播,那这次究究竟是中国那一艘巨轮开进美国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欢迎观看本期节目,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如今,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而我们也有了一个称号,那就是世界工厂。 据了解,我们目前的传播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于我国不仅制造出了很多种类的传播,甚至还制造出了一些十分先进的集装箱,而我国的发明更是引来了很多国家的围观和称赞。 由于我国市场需求十分庞大,所以每年都会从别的国家进口大量的货物,而海上运输必须用到的就是货船。 在上海沪东造船厂,中国更是已经建造了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它堪称海上巨无霸,各项性能均领先世界。 而我国制造的货船每当经过一些国家的港口或者河道的时候,都会引来当地居民的围观。 事实上,这艘货船是我国制造的16万吨中原发展号集装箱船,强大的体格使它的度量也非常庞大,能够承载1.3万个标准集装箱。 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直接开到了美国的萨凡那港口,甚至还创造了萨凡那港口的一个记录,是其港口建成以来停靠的最大一艘货船。 据说当时惊呆了美国人,就连一位拥有50多年资深船龄的美国高级船人艾文斯都发出感慨,表示自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船,同时他也占据了这条河流。 据了解,这艘中原发展货轮长达366米,比造价12.9亿美元,号称史上最烧钱的美国航母福特号还要长。 中原发展货轮可搭载1.3万的约6米长的集装箱,负载量比去年夏天抵达萨凡那港的上一艘打破纪录的巨轮还要大出30%,巨轮的到来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势围观。 不少人站在岸边欢呼,给这艘庞然大物拍下照片,不少当地居民惊呼,这艘难道真是中国制造的吗? 简直就是世界最大船舶。 这艘巨轮的首次美国东海岸之旅标志着,美国港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尽管多年来一直期待超级轮船来港,但在没有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 美国的港口仍将难以接纳这样的巨轮,码头工作人员打算使用6台起重机从这艘巨型货轮上装卸约1.3万的集装箱。 打型金属集装箱里的货物从消费性电子产品到冷冻机等无所不包,这是一般货船在萨凡那港装卸货物量的5倍以上。 中国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货义大国,每年有万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全球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就占了7个。 漫长的海岸线上,万吨级以上的船只驳位有1800多个,其中可以停靠10万吨级以上巨型船舶的港口有300多个。 其实从这件事上,也能反映出我国强大的造船实力。 目前,整个国际造船市场持续低迷,日韩国内造船厂已经少有订单,而与之相隔不远的我国。 造船厂的订单早已排到好几年之后,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造船业仅仅只能制造一些中小吨位的船舶,而集装箱运输船,看似建造难度不高。 但世界上能够建造它的国家还真不多,而就在2022年,中国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制造出迄今为止最大的集装箱船,这一艘船是拥有着24000标准箱的超大集装箱船。 这艘集装箱船可了不得,不仅体格庞大满载排水量高达26万吨,足以碾压两艘福特号核航母, 而且还使用了安安置船技术,极大的降低了船舶的污染,真正做到了运费低切环保污染。 由此可见,我国造船业的实力,足以刷新你的认知。 集装箱运输船结构复杂,并且为了能够运输更多的集装箱, 其上面采用特殊的导轨设计,既可以方便箱体的移动,同时也能够固定住集装箱。 同时,这种运输船往往会堆叠多层集装箱,从而进一步增加其运输能力。 所以这种船只的重心问题就必须考虑在内,如果重心偏高,那么在进行转向时,可能导致船舶轻负。 所以设计这种船舶,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艘船由中国海洋远洋企业自主设计,在后期的利用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优势。 而除开这些之外,我们也拥有完全的自主产权,并且这一艘船已经进入了美国船集社的认可。 在投入运营之后也会直接服役于远东至欧洲的航线,它的投入使用将会给后期的海运带来更多的优势。 本来海运的优势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再加上这么大的运载量,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带来更好的发展。 这一艘船的长度一共达到了399米,它比目前最大的航母还要长60米,它的宽更是达到了61.5米,甲板面积达到了24000平方米。 这样的数据是非常好,能够堆放更多的集装箱,这也是为了能够制造的一大原因。 在现在的发展当中,集装箱这样的装货模式非常的明显,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减少装卸货物的时间,所以也在现在的运输当中占据了优势。 而超大的甲板面积也为它带去了更多的可能性,按照它的面积这样的计算下来,它可以存在24万吨的货物,并且最大的堆层数可以达到25层。 这样的高度相当于22座楼层的高度,正是由于这样的超优势发展,也让大家都将它直接称之为巨无霸。 虽然说它比目前最大的航母还要长60米,但是由于两种船只在运用方面的要求不同,所以这样的对比也仅仅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差异。 航母承担的是更多的打击以及后方的运用作用,但是这样的集装箱船主要承担的是运输的作用,所以说这狼者的对比也仅仅只是看一个数字。 要想说狼者谁更好的话,可能还需要放到不同的领域当中来进行比较。 这一全球首艘最大的集装箱船出现在我国,其实让很多国家都比较惊讶,因为中国的船舶制造业发展并不算特别的好,但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想要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同时优势的占据需要的是更多动力上的支撑。 这一艘集装箱船的运载量非常的高,所以关于它的动力支撑也需要多方面来进行结合。 而我国再有了这样的制造,也意味着在这方面我们有了突破,所以说也是值得大家放心。 集装箱船的出现改变了我国现在的一些发展,而在后期的运用当中,相信也会带来更多的优势。 集装箱这样的货物运输模式,也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个常态化海运的模式,也是发展过程当中一直都比较便宜的一种。 现在将这种模式相互结合,也就意味着在运输方面,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优势产生。 为了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我国,我们也一直在做调整,在之后的进展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方面的优势。 作为我国制造出来的全球第一大集装箱船,它能够一口气放24000的集装箱,这也为它的运输带来了更多的优势。 毕竟在现在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运输都采取的是集装箱的模式,集装箱的模式能够更规整并且存放性能也更强。 所以这也是现在运输当中常用的一项集装箱船,也就意味着和集装箱是配套使用的。 所以不论在运载量还是在运用发展上,它都可以说是绝顶的搭配。 所以说也为我国的海运事业带来了更多的优势和可能性。 中国的发展现在有了更多的进步,而这样的进步是令人期待的。 在我国的整体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更多的突破。 这样的突破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以及复杂的实验最终的出来的。 而最终的效果也让人们非常的惊讶。 在后续的发展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优势产生,但前提是中国必须一直做研制。 毕竟我国的优势发展并不明显,只有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才能够有更好的成效产生。 中国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尝试。 这些都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往后的运用当中,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已经把握了优势,要想长期有这样的发展也必须在技术上有更多的精进。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完善的全球化服务助就了网络服务优势与品牌优势。 码头、物流、航运金融、修造船等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 集团在全球集装箱码头将超过48个,博位数超过209个,集装箱年处理能力超9000万。 全球船舶燃料销量超过2500万吨,居世界第一,集装箱租赁规模超过270万。 居世界第三,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接单规模以及船舶代理业务也稳居世界前列。 相信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我们还能够制造出更多的大型集装箱船。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